凯莉的绘画日记 生日贺卡 今天是妈妈的生日 爸爸做了生日蛋糕 哦 原来是妈妈最喜欢吃的草莓蛋糕啊 最近真的一直一直地在苦恼着 不知道做妈妈什么样的生日礼物才好 哎 啊 突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我送给妈妈一张生日货卡作为礼物 妈妈最喜欢的卡 那就是爸爸的信用卡哦 凯莉的绘画日记 今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去了餐厅吃饭 我们吃了鱼肉哦 可是鱼真的太辣太辣了 好像在喷火一样 我一直不停地喝水 喝水喝到肚子里 像变成了海洋一样 鱼儿也开心地游来游去 凯莉的绘画日记 西瓜籽 今天吃了好吃的西瓜 但是不小心把西瓜籽变了下去 如果西瓜籽在肚子里长大了可怎么办呀 啊 肚子爆炸了可不得了啊 太害怕了 一直睡不着 但还是紧紧地闭着眼睛 想快一点睡着 早上早一点起床上厕所的话 西瓜种子就可以走了 哈哈哈哈 西瓜仔再见咯 凯莉的绘画日记 报恩的鸽子 今天看见了一只受伤的小鸽子 马上就想到了蚂蚁报恩的故事 帮助蚂蚁的人收到了好多礼物呢 所以我也要帮助小鸽子 小鸽子一直对我咕咕咕地叫着 好像是在说谢谢呢 所以小鸽子飞走以后 啊 没有礼物 却朝我拉鸟粪 你这么做是不对的 我要去告诉妈妈 凯莉的绘画日记 好天气 今天的天气真是太好了 太阳公公也在微笑着他 和可乐一起玩真开心 但是发生了奇怪的事情哦 凯莉的绘画日记 不喜欢 今天老师这样说了 讨厌的时候说不喜欢 喜欢的时候说喜欢 要这样诚实地说 于是就这样说啦 不喜欢 不喜欢刷牙 不喜欢吃胡萝卜 不喜欢洗澡 凯莉 妈妈又变成了老虎 凯莉的绘画日记 帮爸爸妈妈做家务 今天和爸爸妈妈一起打扫微笑了 啊 打扫微笑 真的好累啊 这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呢 感觉爸爸妈妈好辛苦啊 哎 老师真要说了 因为爸爸妈妈非常辛苦 所以我们要多多帮他们的忙 可是凯莉却这样说 我呢 我妈妈是这样说的 你安静地待在那儿 就是帮我的忙了 凯莉的绘画日记 放大就 明天去了奶奶的家 可是却很担心奶奶呢 奶奶的眼睛看起来好像不太好 原因是这样的 奶奶叫妈妈的时候 说了宝宝 可是妈妈又不是宝宝呀 我是凯莉呀 叫我的时候 说了我们的小狗狗呀 我一定要快一点长大 变成大人以后 一定要给奶奶买放大镜 凯莉的绘画日记 耻笑 今天我和爸爸一起看故事书 这本书讲的是关于残障人的故事 爸爸开始讲故事了 一个扔掉耻笑残障人的这种想法 扔掉 呃 是垃圾嘛 我很好奇 耻笑是什么意思 爸爸是这样告诉我的 耻笑就是看不起 带着不好的眼光 看残障人的意思 于是我说 我没有要扔掉的东西 因为我从来不会嘲笑残障人 我让你做的 颜色的眼光 我说 起开 我让你做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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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做梯 我让你做梯